放暑假也要学习新知 为在台北的科学教育馆 搭上近年风行全球的Maker 制造者风潮 举办科学嘉年华 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动手DIY玩科学 南湖高中科研社的同学 利用两个塑胶饮料杯 穿上橡皮巾 轻轻往空中一抛 就能让杯子短暂飞行 这个杯子的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都会分别瘦力 这里瘦的力会把它推过来 那下面的力会让它缓一点下降 因为它主要是用流体力学 那流体力学大部分人觉得 很抽象很难 但是我们用 就是老师跟我分享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空气力学的现象 用很有趣的方法表现给大家 现场许多高中科学社团 利用吸管 磁铁 垃圾桶等 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得的简单材料 自制道具 说明科学原理 视觉效果新奇 成功激发小朋友对科学的好奇心 很好玩 学到了很多关于科学的东西 主驾然后说来这边带他们来玩玩科学 了解一下科学的一些原理 像有磁铁的磁力 跟还有一些电力的空气泡 还有一些像例如说耳机 用电池跟线圈就可以做得出耳机来了 这些还有居然有我们台湾版的赛格威 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除了阳城版的道具 现场也展示精密装置 像是两轮自动平衡车四轴无人飞行器 目前都已经应用在产业上前景无限 无人机真的还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产业 其实我会想要称呼它为会飞的摄影器材 因为它打破了很多像可能 觉得说这是技术人或是航模玩家 才会碰的范畴 它是让摄影这件事情也变得很有趣 它能够让很多甚至不是这个领域的玩家 因为拍摄影这件事情而接触到无人机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无人机延伸出的应用 台湾目前有不少Maker制造者团体 透过社群网路 号召同好从玩入门科学 互相脑力激荡 说不定下一个改善人类生活的未来创意 就从这小小玩意产生 中央试者洪黄军王一文台北报导